用法来讲呢 这个中国人民收复台湾就是合法的 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收复 是武力收复 还是派军队收复 还是经济封锁收复 这都是中国人民可以采取一切 包括武力的非和平手段 一切措施都是合法的 所以说收复台湾是合法的 什么时间收复 那就看时机 什么方法 经济封锁也好 干什么也好 所以说台湾那就水水火热的时间就到了 你经济封锁 和美国也好 和国际上 你不能参加任何组织 这更加严格的封锁你 这个事就像封城一样 我们从封城当中 就把你台湾就看成了新冠病毒 一与一举 现在中国 现在不是说要消灭 就一下子就消灭你 现在我们还没有治疗 治疗台湾这个新冠病毒 彻底根治这个疫苗 但是我们已经产生了抗体 已经在全体中国人民身上 通过这次抗新冠病毒的疫苗 已经对台湾人的对大陆人的仇恨 反中意识对反大陆意识 和这种这种歌已经加深了这种印象 也就是说受到了这种侵害 这种新冠疫苗 这个台湾的疫苗这个侵害 已经很非常清醒 非常清醒非常明显了 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认清了 中国人认清了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是不是两岸一家亲 你不认同你中国人 你就不是两岸一家亲 这就是告诉你台湾人民 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 告诉美国人民 你可以走 你可以离开台湾 但是台湾这个土地是中国人民的 是中华民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另外一个国家 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就是寻民哲实的中华民国 people is the republic of China 谁是master 现在全中国人民是master 全中国人民是台湾的主人 不是两千三百万人是台湾的主人 两千三百万人可以不要 你就像非典一样 你得了非典 你愿意到美国去也好 你愿意到欧洲去也好 到英国去也好 哪里去都可以 但是台湾这个土地 你不存在中国的 就不准你踏入台湾一部 你在这里 那你反抗 你反抗就拥有暴力 就是用征服 province 就是维迪亚三位 就英语当中的这个省的概念就是征服 就征服你 日本人对待台湾人就征服 屠杀要还给他立嘴中魂碑 日本屠杀是人住民所立的中魂碑 你跟李东奎能讲清楚这个道理吗 你能跟苏文昌去讲这个中魂碑吗 你台湾人你蔡英文你能认准这个中魂碑 日本人屠杀这个原住民是合理的合法的 那么你现在 你不认你这个原住民是中国人的话 那么你就离开这个土地 离开这个土地 你愿意到哪儿到哪儿去 这是好的话 过去战争呢 很多战争叫屠城 蒙古人叫屠城 日本人到南京叫屠城 杀金 杀 杀 屠杀30万 这非典算什么呀 非典才一死了10万都不到啊 对不对 图屠的 南京大屠杀的30万 日本人这个手下就这么狠 日本对台湾人那更狠了呀 你不征服那就不能什么就算了 所以说中国就最后经过八年抗战也好 多少年抗战也好 把解放了台湾 就征服了日本人收回了台湾 这就是台湾的解决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人用在跟台湾人学反中反华这种方法 造谣污蔑甩锅给中国跟着一样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现在你栽下的种子 台湾人现在你在栽的仇恨 你一定要还的 你自作孽不可活 你跳的越高 你离开将来清算你的时间越少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现在美国都在退群了 他不做世界的领导 他联合国他不要了 他原来联合国签的协议 联合国宪党 联合国宗旨 他全都不要了 联合国社会主义 他自己成立的 他不要了 你不要了没关系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看清你的面目 你就当不了老大了 你自动放弃 你就像你会在日本你要退军也好 撤军也好 你哪国的那个那个哪里 你要你要你要搞什么 你你你搞什么明明明你都可以 你退群也好 你不当那个领导 特朗普现在确实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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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此消彼长 这个权力当中叫此消彼长 我这里有个我这个这个图啊 大家这个看不到这个图 这个图实际上讲得很好 这个图就是我的思维导图 我看到这个图啊 可以讲一天一夜 三天三夜没问题 这个图你看 这个将来的国旗啊 满地红是中华民国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这1945年呢 联合国注册的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 是中国的旗帜啊 啊 这个上面的鲜血是中国人民的鲜血啊 啊 是那个抗日战争流行的啊 那个那个鲜血啊 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个只要你这个在一起 将同心同国共同建设台湾 邓小平提出那个什么 呃台湾人建设这个呃 呃台湾人治理台湾 不行 香港治理香港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 港人治港啊 这个司法独立 现在经过实践证明 这个是殖民地 殖民地没有去殖民地化 还是把香港还是当成殖民地 所以呢 这个一国两制呢 他这个陷阱就在这里 台湾要学习蒋介石治理台湾的方法 中国大陆要学习蒋介石治理台湾的方法 来治理台湾 把那些街道 日本的街道名论全部改掉 那些人员改掉 你反独的你搞这个搞搞搞台独的啊 全部驱逐 蒋介石很彻底的 虽然是留下了这些啊 这这这这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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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运民进党 这个这个这一些这这台台獨的 Focus 日本皇民的第一老一少 但是 从蒋介石的这个本身来讲 他的做法来讲 是一个要个台湾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是一个 nasıl a 让中国人 é 要求 Lulex 不要做三心二意的日本人 不要做那摇摇摆摆的李登辉和137 vagzn而沙 蔡英文这样的日本皇民的遗老遗少 那样的命运就 台湾的命运就非常悲哀 就没有自己的 活的就像杨安泽跑到了美国来 第三架势的生人歧视 像奴才一样 中国人都做惯了奴才 没有站起来的腰宝 现在就给台湾人 我觉得杨安泽这条路可以走 到美国去 美国是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你来美国吗 美国这么土地 你来两千三百万 这些沙子也要撒在地上 看都看不见 我在台湾在美国都这么多 台湾人现在 原来台湾人到头都是台湾人 但是现在大陆人一来 现在看不出台湾人有多少了 我还到处去找台湾人 我交朋友参加台湾通向会 我的台湾朋友在华盛林大海部来讲 大家都知道我 在大海嘛 给特朗普 给公民嘛 我是国际公民啊 英特内心老子 Citizen Citizen 这个干什么 公民就是有个责任感 告诉全中国的人 告诉美国人 告诉新美国华人 你要有公民意识 就叫什么 首先是责任感 对国家对人民的爱 要有责任感 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完整 One nation indivisible 维护这个国家 constitution 你台湾人不维护中华民国的宪法 你维护的是哪一国宪法 维护的是日本天皇的宪法 所以说 你说 你说跟着美国学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美国的价值观就是one nation indivisible 就是要宪法 先有法治才有民主 没有法治就民主就谈不上 就民主那些违反那个 像那个贪言化运动 就是采取一个办法 杀无赦 你看那个美国的警察 有没有客气的跟您 你看那个美国的警察 对待那些那些那些暴徒暴民 有没有客气的 还像还像台湾那样 还还有这个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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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造反精神 这样中国为什么有免疫力 因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看清了那种造反派 经过了六四运动 看清了那些民主派 打着民主的旗号 干着自己 不知道为哪个国家服务的一个勾当 我在这里呢 提出了这个里头 两岸的宪法 明示就表示通通 民主法治走向共和 这个共和这个意思就是 包括你承认了 我们不计前嫌 两岸一家庭 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两岸没有一家庭 你不是中国人 那你这样 Bet out 对吧 其实这些东西呢 你说的这些 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废话来的 这中华民国台湾就是中国台湾嘛 就是中国台湾的Province嘛 就是中国台湾省嘛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承认你中华民国台湾 是台湾呐 是个国家 是个Nation呐 你连一个 从 连一个State都谈不上 你连一个邦都谈不上 邦是有State的 有主权的 你那个邦 你主权的根本就没有 就像香港一样 你的地位就是香港的地位 一样 台湾就是香港 所以 香港才觉得同病相连呢 一般 你还把自己当成殖民地呢 还把自己当成是英国的殖民地 还把自己当成日本的殖民地 我今天呢 讲的呢 大家呢 就是说 在中华民国的旗帜下 中国人民啊 和大陆人民啊 可以在按照宪法 按照联合国宪章 按照联合国2758号协议 可以走向共和 啊 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的中华民国 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就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 啊 中华民国 就是要让培养人民的什么民族啊 叫培养人民的责任感 参与感 还要解决一个代表权 谁是代表中国的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那就是中央政府 这个代表权问题 台湾民主是为了选票而选票 像美国这个选举啊 民主的选举 就是为了选票 为了华众驱从 为了欺骗大家 为了自欺欺人 掩耳道林 满天过海 指路为马 蔡英文就是这样的婊子 蔡英文为什么他 他就这样 他做 他不但是文凭作假 考试作假 他连那个 当那个 李登辉的秘书都作假 他跟李登辉什么不三不四的关系 这还不清楚吗 我八九年 我九八年我就知道这个这个 蔡英文了 所作所为了 陈的脸不知道吗 台湾人民不知道吗 又想当表子 又想立牌 王他就是蔡英文 原来我觉得他 不过就是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为女之余小人 南洋也 你现在这样子搞的 是把这个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 拖到水深火候当中去 你是最可我说 你是战犯 不用战争 就用这个软刀子来 就用封锁来讲 台湾就自然而然 就就回归到中国大陆了 所以说 我们的 原来就说呢 就是用什么航空母舰 什么问题 不用 所以李毅 我的同学叫李毅 他说用那个北平方式 不用 用东渡扶山模式 这叫东渡扶山模式 叫同心同国 台湾 如果美国把台湾问题作为它的国内法 那么台湾 美国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国内法 只不过我是带着病菌 这个生存 我中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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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就是带着美国这个病菌在生存 我带着美国 因为美国这个土地啊 united state的这个土地 原来是中国 台湾 原来中国安地印第安人的 就是当时油 黄帝和油 油瓷啊 那个 瓷油啊 打败了之后 那些 那些 那些打败的人 美国也是 本身就是打败的人 都都都 都往美国跑嘛 清教徒 是被被 欧洲排挤的人 对吧 国民党 败退 这个打败了之后 败退到台湾以后 很大一部分跑到台湾 美国去了 也是败退的人 这打败的人 和油瓷 那个油瓷的那个那个 一样的嘛 和那个中国那个东渡扶仓一样的嘛 东渡扶仓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打败了 我到了美国去找个地方 啊 重建家园 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 如果都愿意去美国去重建家园 OK 你在美国建立一个台湾国 OK 台湾镇 OK 没问题 这里土地多得很啊 希望你在这里发扬光大 希望你当台湾镇总统 就像杨恩哥那样 希望你不要感受一下 不要被 要有参与感 要有 啊 那个 这个公民感 你要要做中 啊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要堂堂正正的新美国华人 啊 所以呢 啊 要走民和 啊 我刚才提出了一个叫民和主义 民心主义 民和呢 就是走向共和 心呢 就叫利心求真 啊 民力呢 就是你在将来 人人都可以当美国的总统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两千三百万 欢迎到美国来啊 这就是我给台湾 两千三百万 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到美国来 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在大华府接待你们 啊 这个叫台湾一家亲嘛 中国台湾 人怕被搞不成那一家亲嘛 啊 就两岸一中 同兴中国 法统台湾啊 过海驻军 过海驻军就一定要要的了 你不用驻军 你怎么能显示这是中华民国主权呢 你不驻军 你怎么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啊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 主权国家啊 代表国的主权者呢 所以呢 那些都是扯淡的事 什么一国两制啊 台湾人治理台湾 台湾人治理台湾就把台湾的 就两元兵力就把台湾都弄跑了 港人治港就把台湾 就香港人弄成殖民地了 又回到殖民地这个时代 所以呢 大家 清楚吧 公民的责任清楚吧 责任 参与 选票 代表团 你把这个代表团给谁 你是给蔡英文 那还是给习近平 国际上不承认蔡英文是代表台湾的啊 唯一合法政府 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是代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 他是主权者呀 主权 他的刀把子 在这 阴把子 这个就征服者的权利在他那里啊 责民主而适 大家台湾人也好干什么都是聪明人 你看清楚自己的前途 看清楚自己的命运 实际一辈子人生了一辈子就这么短暂的几十年 你愿意想啊 做个谈谈真正的中国人啊 你就 服从大陆 你愿意做个谈谈真正的啊 美国人 那你就跑到的东渡扶杀 打败也没关系 败走也没关系 这个败的也光荣嘛 到美国来重新建设 重新改 重新认识这个法治 现在有很多那个法轮功啊 啊 法轮功啊也好 民运人士也好 不是都逃到美国来了吗 在美国人当中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反华反中吗 那不特朗普也是这样 但是也有很多人的拥护这个 这个愿意这个 接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吗 这个美国就是一个多元文化 海纳百川 就允许你 啊 各种发表各种意见 只要你不不不违反这个国家 one nation indivisible 不违反这个国家的constitution OK 这是你的自由 freedom 这是你的民主 你可以为你的自己的主张 做辩护 为你的idea 做这个辩护 我们在这里叫great connection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跟你连接 我在这里是great connection 就我在美国呢 我在拉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一把 来吧 不说起来 你就来吧 我们一起共建家园 共同介绍美国 你美国建设 富强之身也是中华振兴的时候 也是在美国来振兴中华文化 你振兴台湾文化就是振兴中华文化 你振兴中华 republic of China的文化 就是中华文明 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 我今天呢 讲到这里 大家看 能不能接收 哎 大家看能不能接收我这个观点啊 我呢 今天这个观点呢 我没讲那么多大道理 这些法律条文呢 我比蔡英文多 蔡英文的造假的文凭 蔡英文的假文凭 有你 你是什么素质 一看就知道 就像你一蹴屁股 就知道你拉什么屎 你得了新冠病毒 你还在那里的 觉得自己还 舔不知之的 就是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坊 就是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他跟李登辉 造那个污蔑的像 丑菜百出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当婊子那个样子 一点鼓气都没有 所以说 所以说台湾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再说一遍 你到了美国也是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你说你是到了美国你做堂堂正正的 我是台湾人 你到美国再说台湾人 那时候台湾已经是中国人了 都是中国的了 所以说我这个电视 我这个视频 全世界都要看 习近平也要看 川普也要看 我就能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的 对吧 谢谢大家 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 我来这个看看这个旗帜啊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旗帜 这个旗帜看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旗帜 对吧 就像马里兰旗 你知道是什么呀 马里兰旗就这样 有几个 State的一个共和的旗 中华的民国国 中华的民国 大家都在一个同性同国 这就美国去了 来看一下现在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 这叫Gares Board 这就是美国的鸭子活 好 这就叫他 赫鸣久告啊 而生为一天 身居漏死啊 居高生自远 居高生自远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美国这里啊 才有胸怀 才能够看得见 对不对 我给大家点一点 着手了 这个叫杨慧平 你好啊 兄弟姊妹打开后 好 我说 我做好的 有点 我做的 我做的 有点 我的 有点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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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